各位同學,這條E1問數 它說Find the derivative of the following function 它不是問A,是A 不過A我在其他論士的影片也有說 它問B B的時候怎麼做呢? 如果不等於0,就是上面那字的功能 等於0,就是下面那字的功能 正常,如果不等於0 你直接D這個功能,D出來便是 所以D出來,左D又 2xcos over x2 再加x2 乘以dcos負 再D裡面 -2 over x3 -2 over x2 -2 over x2 這個不等於0的部分 等於0的時候 我們便要用1st principle做 是1st principle 即使用這個 limit h10 to 0 g gπ0 即是0 加h -g0 因為是用這個功能 因為是用這個功能 所以用這個 加0,即沒有影響 即是h2次cos 1 over x2次 -g0 是0 好了 cancel了這兩個 0 cancel了之後 我們有個結論 就是這個功能等於多少 如果exit的話 它便可以填下去 不exit的話 我們便不能填下去 即是0那點不Defensible 我們填的時候 因為cos1 over h2次 一定是-1和1之間 所以如果你乘個h上去 乘個h上去 乘個h上去 當然它變成h 正面 但我不知道h正面負 所以穩陣一點 就給它一個絕對值 另外一面就負 絕對值 然後用這個limit 這個limit 這個limit是0 h出向0的時候 這個是出向0 這面也是出向0 所以中間界一定是出向0 所以conclusion的limit是0 即是它的Defensible 都會出向0 即是在0 所以我們可以Durative Fπx 都是分開兩節 因為它不一定會繼續 2xcos1 over x2 加2 over x sine over x2 if x不等於0 if x等於0 是多少 它計算是0 所以就把0 這個就是Durative of gx 有問題可以繼續 拿來問 我會慢慢回答 希望可以幫到各位同學 最後訂閱 請各位同學訂閱 Dr.KD.Messi的頻道 拜拜